大家好,我是Jusha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早排兩針針,想找一套片看看 於是我就回看這套Hunter Mansion 這部電影就是由Justine Simmons 撿到的恐怖喜劇 而這部喜劇之前就在夏季上映 但其實我覺得是秋天這些時間看才最適合 尤其是臨近晚勝節的時期看更加適合 但很可惜這部電影竟然在七月份上映 而且票房就欠佳 導演Justine Simmons 自己就認為 表現欠佳的原因就是因為上映當期不適合 原本這部電影,據預計票房會達到1.5億美金 但票房只有1.16億美金 上映之後亦負平多多 而很多看完電影的人都發出疑問 為何這部以秋季為背景的恐怖喜劇 竟然在夏季上映呢? 因為同期有Barbie這部電影和澳本海馬 而與他們相比之下 似乎Hunter Mansion這部電影就比下去了 導演Justine Simmons 也認為這部電影完全適合 萬聖節時期上映 特別是考慮到它的主題 所以她承認上映日期失敗 這是她要接受的事實 但再說回這部電影 就算不管是否上映日期的問題 有些人覺得這部翻拍並且改編至迪士尼鬼屋的電影 並沒有什麼新意 所以電影有這個不可觀的票房收入 有時並不是因為只是她的上映日期 可能是因為電影當中的橋段和情節 不太吸引到大家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 拜拜